呵呵 好 在最近这几天 有那个客人 他就来问我说 老师 辛丑月 最后一个月了 我辛丑月会怎么样 我就跟他讲说 你问这个干嘛 老师你有跟我讲说我辛丑月很差 辛丑月很差 那来想我要知道说 哪几天会更差 我就跟他讲 我就跟他讲说 你就整个月就注意就好了 不用去注意哪几天 他就说没有 老师 我就是要特别注意 我就直接就跟他讲 我就说那混蛋家伙 我直接就跟客人讲 就叫混蛋家伙 你就在赌博 你就是在赌博 然后我就叫他滚 各位 你要了解 为什么我会对客人这一种态度 他想要知道哪几天不好 但是我偏偏就叫他整个月都注意 因为各位你要了解一件事 你不要让客人去赌博 什么叫做不要让客人去赌博 你要知道说 很多客人 你跟他讲 哎呀 哪几天你要注意 他就只给你注意那几天 他就给你注意那几天 然后 他其他的 他以为那几天过了 他就没事了 结果到最后 他还是出问题 像我有一个学生 他就是这样 他就帮人家算 他帮人家算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月不好 他这个客人就问他 哪几天会特别不好 结果到最后 他就跟人家说 有哪几天要特别注意 结果他就那几天注意了以后 真的都没有事 可是 当那个月的最后一天 他就想说最后一天了 他就开车出门 就停个红绿灯 车子就从后面撞上去了 CY你好 所以各位 就是因为有这一种的情况 所以我常常跟各位讲 你要记得 我们在算命 我们在算命 有一个要诀 这个就是 你不要 你不要违反这一个 规则 否则的话 到最后你会很麻烦 那叫做什么 你算出他是好 必定要 你算他好 你就要跟他讲 坏 坏呢 你不要说好 这样子是在保护你们 这是在保护你 也是保护客人 为什么 因为 在好的时候 你要叫他注意坏 因为往往会怎样 乐极深悲 往往会乐极深悲 但是坏呢 各位 你就不要跟他讲 什么机会了都不需要 因为 因为你要了解 一整年的坏 有可能一两个月的好 他会变好 机会不大 各位机会不大 所以 我会希望说 不要去赌这一种机会 你知道吗 你不要赌这种机会 对了 神话你好 因为你赌这一种机会来讲 意义不大 然后 你跟他讲坏了 然后你找出了 那一些不好的时间以后 你要特别注意 这几天对你会特别糟糕 但是 假如到最后 他还是出问题 请问他会找谁 当然是找你 你跟他讲的 你跟他讲说 这几天最危险 他会认为说 这几天最危险 不是过了就不会有事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批命的时候 你不要让客人 有这一种赌博的心态 让他觉得 我只要躲过这一个不好 我就会变好 各位 不要让他有这种心态 而且你也要保护你自己 所以在批命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算出他好 你要跟他讲不好的点 你算出他很坏 就不要再说他会什么时间变好 爱马仕你好 你算出很坏 就不要说他什么时间会变好 以免他没有变好的时候 他来找你 那坏 你就要跟他讲 整个月都要注意 而不是坏哪几天 他只要躲过那几天 结果他后面来出事 他照样来找你 你不是说我那几天特别差吗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讲 所以 各位 你要知道一件事 本身 我们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本来 坏的几率 就大于好的几率 了不了解 坏的几率大于好的几率 为什么 因为坏 坏运不需要做太多的事 你就会坏运 但是好运 你还要必须搭配好多 除了运以外 还需要你的行动 各方面去配合 你才有可能真的会好运 所以 你要知道说 本身 我们人的运势 产生坏运的机会 本身就比较大 所以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人生不如意的事 十之八九 那为什么不如意的事 十之八九 好运不容易成真 在八字里面就跟你讲 因为克 多变少 多变少 他就是容易出问题 少变多 虽然他是好 但是他不容易成生 所以各位 你要去了解到这一块 你要了解到这一块 所以你在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记得 这一个要诀 你一定要注意 否则的话 你不去注意这一个要诀 很容易到最后 你会麻烦的上升 我们在批命 不是把最好的跟客人讲 而是要把所有的危机点 都跟客人讲 这边不能动 那边不能动 剩下的 你就可以动 先把最差的情况假设出来 了不了解 在算命的时候 不是把最好的情况都跟人家讲 因为要达到那种最好的机会 太少太少 所以为了要保护客人 都是要用最差的情况跟他去假设 尤其当客人更不听话的时候 像这个客人 明明他算完命了 还在那边讲 老师 我下个月 怎样 这种客人 甚至他会走向极端 所以一般来说 我对这种客人 就会不客气 原因在哪里 因为他很有可能会住的偏激 他这一种人做事会非常偏激 所以假如这样子的一种情况下 我都会用最差的情况 所以为了要保护他 我就会直接骂他混蛋家伙 叫他滚 不要问我这种东西 所以他会得不到答案 得不到答案的情况下 他就会注意 小心谨慎 否则的话像这一种 都会像神经病相 做事都只偏向某一点而已 做的非常非常的偏激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你不要让客人有赌博的心态 除了保护客人以外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自己 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的